阿富汗这个名字往往会让人联想到战争和冲突 但实际上它也是一个充满古老文化 张力景色和独特魅力的国家 勇敢地穿越历史的烙印 你将在阿富汗发现一个令人惊叹的旅游目的地 我们将为您带来阿富汗最美丽的景点和丰富多样的文化遗产 准备好踏上一段非凡之旅吧 古城喀布尔 喀布尔穿越历史的时光隧道 作为阿富汗的首都 喀布尔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令人叹为观止的建筑 你可以参观位于喀布尔的阿根廷清真寺奥尔基少尉 Mosque 感受到伊斯兰建筑的壮丽和宏伟 此外喀布尔的国家博物馆也值得一游 展示了丰富的古代文物和艺术品 珍宝之城巴米扬 巴米扬 巴米扬 维俄的佛教一致 巴米扬是世界一产地 以其巨大的佛教石库而闻名 这些古老的洞窟中雕刻着巨大的佛像 其中最著名的是被塔利班摧毁的两尊巨大佛像 然而 尽管损失惨重 巴米扬仍然保留着其神秘而宁静的氛围 吸引着众多游客 美丽的巴格拉姆·贝克拉姆古代宫殿的废墟 位于喀布尔附近的巴格拉姆 是一个保存完好的古代宫殿废墟 这里层是古代贵族和君主的居所 探索这座庞大的遗址 你将被其精心设计的建筑 华丽的壁画和雕刻所折服 自然奇观巴德哈兰湖 天然的蓝色宝石 巴德哈兰湖是阿富汗的自然奇观 被誉为世界上最美丽的高原湖 壮丽的帕米尔高原 看索高山草原的壮丽之美 阿富汗的帕米尔高原 是世界上最大 最高的高山草原之一 被誉为天上的屋顶 这里的壮丽景色包括雄伟的雪山 广袤的草原和湍急的河流 你可以进行徒步旅行或起码穿越这片原始 而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观 欣赏到罕见的野生洞之物和独特的文化 古老的喀拉霍奇城堡 卡维伊报斯特时光的见证 位于赫尔曼德省的喀拉霍奇城堡 是阿富汗最重要的历史遗址之一 这座古老的城堡 建于公元三世纪 曾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贸易中心 在城堡的废墟中漫步 你将感受到历史的重压和岁月的流转 世界遗产城市赫拉特 特拉特艺术与建筑的宝库 赫拉特是阿富汗第三大城市 也是一个充满文化与历史意义的地方 这座城市有着华丽的清真寺 古老的宫殿和壮观的陵墓 你可以参观赫拉特的蓝色清真寺 Lew Mosque 这座建筑以其华丽的蓝色瓷砖而闻名 神秘的纳姆瓦尔湖雷坑奥曼克沙漠中的绿洲 纳姆瓦尔湖位于阿富汗西部的 沙漠地区是一个宛如绿洲的美丽湖泊 湖水呈现出独特的粉红色 周围被沙丘环绕 构成了一幅壮观的景象 这里是放松身心 观鸟和体验沙漠生活的理想之地 阿富汗是一个充满历史 文化和自然奇观的国家 尽管曾经经历过动荡和战争 但它依然保留着独特的魅力和宝藏 通过探索古城喀布尔 巴米扬的佛教石窟 帕米尔高原和其他令人叹为观止的景点 你将被阿富汗的神秘和多样性所深深吸引 与当地友好的居民互动 品尝当地美食 感受他们的热情好客 将使你对这个国家有更深入的了解 住宿 无论你是在阿富汗的城市 还是农村地区旅行 都可以找到各种类型的住宿选择 城市中有高档酒店 中档旅馆和经济型客栈 提供舒适的住宿条件和基本设施 在农村地区 你可以选择体验农家乐或露营 感受大自然的美妙 无论你选择哪种住宿方式 提前预定是明智的选择 以确保你有一个舒适和安全的住宿环境 语言 官方语言是普世图语 Petro和达里语 Dari 这两种语言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使用 此外 英语在主要旅游城市和一些商业场所也被使用 如果你对当地语言不熟悉 可以准备一些基本的常用词和短语 以便与当地人交流 货币 阿富汗的货币单位是阿富汗尼 FN Afghani 在主要城市 你可以找到银行和货币兑换处 可以将外币兑换为当地货币 此外 一些商店和酒店也接受国际信用卡支付 然而 建议随身携带一些现金 因为在农村地区可能没有便利的货币兑换设施 交通 阿富汗的交通系统相对简单 主要以公共汽车 出租车和自驾为主 城市内部有出租车和三轮车工人们使用 而长途旅行则可以选择长途汽车 对于远程地区 可能需要雇佣私人车辆或使用四轮驱动车辆 公共交通的可靠性和舒适程度可能有所不同 因此提前了解并计划好行程是很重要的 为了确保舒适和安全的住宿体验 建议提前预定合适的住宿选择 在城市中 高档酒店提供豪华的设施和优质的服务 中档旅馆和客栈则是性价比较高的选择 农村地区的农家乐和露营 则让你能够亲近大自然并体验当地文化 不论你选择何种住宿方式 了解并遵循当地的文化和礼仪是至关重要的 阿富汗作为一个充满历史和文化的旅游目的地 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旅行者 然而在探索这个美丽而神秘的国家之前 有一些重要的事项需要留意 以确保你的旅程安全和愉悦 安全情况 在计划前往阿富汗之前 请务必关注并了解当前的安全形势 政治和安全状况可能发生变化 旅行警告和建议也会随之调整 定期查看外交部和国际旅行机构的建议 并在行程中咨询当地的旅行专家或领事馆 寻求专业旅行建议 与有经验的旅行机构合作 并咨询他们的专业意见和建议 他们可以为你提供关于行程规划 安全事项和文化礼仪的重要信息 确保你的行程符合当地的法规和要求 并且你已获得必要的许可和证件 尊重文化习俗 阿富汗是一个深受传统和宗教影响的国家 文化习俗需要被尊重和遵守 在公共场所 楼崎式宗教场所 遵守适当的着重规范 避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议或冲突 尊重当地人的信仰和习俗 保持谦信和礼貌 将会让你的旅程更加顺利和愉悦 行李安全 确保你的行李安全 并随身携带重要物品 使用安全的行李所保护你的行李 并随身携带重要文件 现金和护照 分散财物 将重要物品分开放置 以防止遗失或盗窃 交通安全 在阿富汗的道路上 交通可能会有挑战和混乱 务必小心驾驶或乘坐交通工具 如果你打算自驾 确保你熟悉当地的交通规则和道路条件 并且车辆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 如果选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尽量选择可靠和正规的运输服务 并在行程中保持警惕 保持警惕 在旅行期间始终保持警惕和警觉 注意周围环境 特别是在拥挤的公共场所和旅游景点 避免孤单行走 尤其是在夜间 保管好个人财物 避免吸引不必要的注意力 健康和医疗保健 在阿富汗旅行前 咨询医生并了解你的健康状况 确保你已接种必要的疫苗 并携带足够的药物和急救用品 在旅行期间 注意个人卫生和饮食安全 并避免接触可能传播疾病的动物或环境 保持通讯 在阿富汗旅行期间保持良好的通讯方式 购买当地的电话卡或使用漫游服务 以便与家人和紧急联系人保持联系 同时了解当地的紧急联系方式和医疗服务设施 尊重摄影规则 如果你计划拍摄照片或视频 确保尊重当地的摄影规则和隐私权 在某些地方 特别是军事设施和敏感区域 摄影可能是受限的 尊重当地人的意愿并遵守相关规定 尽管阿富汗是一个充满魅力和历史的旅游目的地 但确保自身安全和遵守当地规则是至关重要的 通过了解并遵循上述留意事项 你将能够在阿富汗度过一个安全 难忘且充满探索的旅程 准备好迎接这个独特而神秘的国家 带给你的冒险和奇迹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